台湾新锐设计师古佑文 在去年的时候在纽约夺得了大奖 那么现在呢 他的作品 我们看到这些作品呢 还被列为英国真知教科书 也成为英国大学服装科系学生的学习范本 服装中常用的颜毛条 竟然可以做出极巨大具有丢塑感的效果 这些创意全来自台湾新锐设计师古佑文之手 在臀部的地方的强调 跟下摆坡坡浪处的强调 用真知做出来的时候 会有更有雕塑般的效果 这些作品不但得到了 美国前卫时尚奖的肯定 现在更被列入英国真知教科书 成为大学服装科系学生的学习范本 英国专门出版设计相关教科书的出版社 最近出版了基础时装设计真知品书当中 将古佑文的作品放在了第三页 也就是版权页的右方 与多位国际知名真知设计师 像是麦昆、Vivian Wiesel等人并列书中 让古佑文又惊又喜 今年30岁的古佑文来自单亲贫困家庭 17岁时决定走设计这条路 经过多年努力 得过多个国内外服装设计大奖殊荣 靠自己的力量在国际市场展露头角 也证明了新一代的台湾设计师 拥有令全球惊艳的实力 专门新闻家新报道